一记重扣杂晕日本女排队长,中国女排的功勋人物,如今却无人问津哈喽大家好,欢迎关注TROP体育,中国女排的辉煌不用我多说,想必大家也都知道,李约奥约会中国女排孟茴雅典,一比三逆转塞尔的亚队,再次站在了世界的巅峰,相信很多人在当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都泪目了吧,中国女排夺冠在现在中国女排的体制下, 朱元璋的组合也是很强势了,也肯定会带领着中国女排在上一个台阶,现在的朱元璋可以说是有着大批的粉丝,无论走到哪都带着闪光点,但是大家还记得她吗? 在中国女排最低谷时期为中国女排撑起一片天的那个中国女孩王一梅吗?王一梅被指责在中国女排的低谷时期,王一梅默默地为中国女排奉献着自己所学的一切,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为中国女排打出了一片天,标志性的暴扣和强势的囚风,让女排精神得以保存, 但是现在王一梅却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狼家军中并没有出现她的身影,为国家征战的女排队伍中也没有她的痕迹,13年中国女排在世锦赛败北之后,王一梅就再也没能进入国家队, 就算在中国女排历史上,王一梅也是标志性的扣将,她的扣纱也一度成为中国女排的标志,曾在2011年女排世界杯中更是扣运了日本女排的队长木村沙芝,木村沙芝被扣运 2016年,王一梅再度登上女排的赛,场,在天津主场上场,惹来观众一片欢呼,对于王一梅能否再回国家队还是个未知数,毕竟谁也不能不能确定未来的局势会如何,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外笑,打球强势,扣球暴力的中国女排重炮手,大家喜欢王一梅吗? 王一梅欢迎下方留言评论,也欢迎大家为我们TOP体育点点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吧